世間天台毀生態 要選總統先表態 要選總統先表態 我對於這一次中央把基隆的戶外公投剝毀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對台灣的公投權 公投的權利的一個剝奪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讓我想到說 當時三階為什麼不能去台灣公投 三階 潘老師那個已經沒有提醒了 那這個坦白講就是說這個 為什麼這個問題這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涉及到 我們要不要承認環境權 環境權是屬於哪裡 那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環境權是一個全世界的趨勢 幾乎全世界都承認環境權 而且更換這裡面還有所謂的海洋的這個 所謂的保護區 一月之間保護區的問題 那一月之間保護區當然更是地方的權限 那這個環境權當然也是應該是歸屬於地方 所以既然有一個環境權的侵害 當然就有地方公投的權利 那如果說地方都不能公投的話 那那等於是地方的公投權完全被剝奪了 不然這是一個在民主憲政上 一個主權在乎的一個最嚴重的侵犯 這是大前提我要先講一下 從民主憲政 那至於本案的解決方案 其實在三階的時候 當時包括這個詹順貴 莊教授 他們其實都有提一個三階四階的共同整合方案 當時就提一個就是在台北港 你也不需要再蓋個觀填港啊 觀塘啊 不需要在觀塘 就直接在台北港 那麼直接蓋一個接收站 那三階四階的問題一併解決 而且連港口蓋港口的錢都省下來 不只是蓋港口的錢省下來 而且台北港是經過有關這個 東北基隆的安全性評估 這已經是很清楚的環評做過 而且安全性評估也都做過了 最好的方案了 所以為什麼像三階那時候 東北基隆很強大的 可能這個可使用的是詹階有限的 那也不需要今天這個詹階的問題 那而且可以省掉蓋觀塘港的錢 各位想來可以省多少 至少省了一千億以上 那如果包括這個詹階 你看這個詹階再加起來 可能又是幾百億的 這帝國家的錢就省了一千五百億 而且現在兩岸的這個 中共要打台灣的這個壓力這麼大 那台北港或是整個 任何一個港口一定都是 被攻擊的第一個目標 那你現在分散好幾個地方 那麼你要被打的這個機會 都變得很大 那如果說集中在台北港 你的防衛 你在防衛上的這個部署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講 你在台北港本來就是最好的 所以坦白講喔 如果我是總統第一建設人士 三階先停下來 錢馬上省下來啊 直接就在台北港 蓋這個接收站就好 然後拉這個海底管線到這個 關塘的到這個大台火力花店長 然後另外如果還需要維持這個 這個天然氣的火力花店長 就是接到四階了 就是說這個 現在馬上停 馬上節省多少國庫 而且更安全 那麼另外從長遠來講 其實應該喔 整個東北海岸地區 可能最豐富的職業是什麼 地熱 地熱發電 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豐富的地熱發電區 我們那麼多 花這麼一千多億的錢亂花 這一錢拿來做整個東北海域的 無論是地熱還有潮汐發電 就這個地方耶 地熱跟潮汐發電 尤其地熱的職業應該是相當豐富 這些錢拿來做這個東西 不但對環境的破壞很少 而且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科學教育的產業 還是一個所謂的自然教育 科學教育非常重要的產業 所以這些錢根本就是 現在的策略根本是 跟2050淨零探討完全背道而止 落後於整個全球的趨勢 那這個整個東北海岸這個地區 可能還不只是地熱 可能還不只是這個潮汐 可以發電的這個潛在的豐富的資源 那麼他還有一個 我覺得封闭可能也是一個 就是說在不影響景觀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些可能性還蠻高的 那麼另外我這個5月22號也正好 謝謝這個潛之兄陪我去參觀那個場域 就是在那個外木山那個地方 看到那個海岸真的很漂亮 它的潛在的觀光資源實在是非常豐富 如果這個邪惡電廠 如果邪惡電廠能夠透過包括地熱 包括海洋這個潮汐花店能夠替代它 這個地方它就是一個 里台北市里人口密集區非常好的一個觀光資源 國際級的一個休閒油氣區 而且四百年前七班牙人就在那裡設立砲台 那也是一個台灣跟國際接軌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歷史景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在這個方案都不是必要的方案 你在以前趕快去做這個地熱還有這個潮汐花店 其他的可地熱能源的這個綠能的花店 我覺得綽綽有益 而且發展的潛力無窮 而且對現在台灣面臨這個兩岸的這個戰爭 那麼這些這個在地這個就在地的資源 這些不需要進口的不需要進口 天然氣不需要進口石油進口煤炭 那麼可以在這邊永續發展 這才是應該從國安的立場 也應該要優先考慮發展的一個新的理念模式 以上的這個給大家參考 謝謝